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六月二十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首先仍然为您关注到的是港版国安法有关内容 根据来自南华早报的总结书里 这一份法案的要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港府应该加强对设计国家安全的学校 还有社团的监督和管理力度 港府将成立保障国家安全委员会 由行政长官担任主席 成员包括北京方面委任的顾问 香港领导人将委任指定法官逐审案件 确保普通法原则 比如无罪推定 还有其他的人权保障措施 将成立中央政府机构 分析香港的国家安全形势 并对地方政府的工作进行监督监管协调和支持 收集情报并且处理相关案件 内地人员必须遵守香港的法律 除了北京保留管辖的极少数案件外 香港主导执法 如果发生冲突 新的法案将优于地方立法 北京为香港量身定做的国家安全法 将要求香港政府领导大部分执法工作 包括确保其坚持对人权的承诺 并且成立一个由行政长官所领导的委员会 这样的委员会将有一名中央政府顾问 而行政长官将有权从目前的司法机构中任命法官主持案件 然而北京保留在某些罕见的情况下推翻香港权力 这一些都是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 在周六晚间所发布的一份新闻声明中所概述的细节 当时中国的最高立法机构 全国人大常委会结束了为期三天的法律会议 其中就包括针对新的国家安全立法的有关项目 根据新华社报道 这部法律规定了明确的底线 对于不符合这一部即将出台的国家安全法的香港法律 将适用这部分法律的要求 而法律的解释权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 反对派的议员表示 北京计划为香港任命一名顾问 同时允许他任命法官 这将进一步破坏香港的自治和司法独立 但是亲北京的政客反驳表示 这些措施表明中央政府已经考虑到香港和中国大陆的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差异 他们补充表示 法律不会禁止外国法官审理国家安全案件 而是允许他们这样做 根据北京的计划 常委会将为香港制定法律 禁止颠覆恐怖主义和勾结外国外部影响威胁国家安全的行动 香港还必须建立新的机构来保护国家安全 并且允许内地的机构在需要时在香港活动 自从中央政府上个月透露他们的计划以来 批评人士一直质疑 这样的新法是否会侵犯香港人的自由 还有侵蚀香港的核心价值 但是新华社的新闻稿表示 立法将明确香港政府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同时 需要尊重和保护人权 必须保护香港人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还有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下 所享有的言论新闻出版结社集会自由 新华社文稿还表示 在预防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时 将坚持法制原则 新华社说这些原则包括与刑事程序相关的权利 包括在被证明有罪之前的无罪推定 以及嫌疑人和被告人的辩护权 立法草案还将规定 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将在香港设立新的机构 将成立一个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香港特别行政区 国家安全事务专员办事处的内地机构 其指责将包括分析香港的国家安全形势 并就重要的战略和政策提供咨询 其指责包括监督协调和支持地方行政部门维护国家安全 收集和分析有关于国家安全的情报 并且依法处理相关案件 而新的内地机构还有国家有关部门 还将对一些威胁国家安全的案件行使管辖权 新华社表示这是中央政府对香港全面管辖的体现 同时香港政府需要成立保障国家安全委员会 这样的委员会将由行政长官担任主席 并由至少十名其他成员组成 包括香港的财政司法行政以及安全部长 以及警察还有海关负责人 虽然行政长官将负责任命委员会的秘书长 但是中央政府将任命一位国家安全顾问 来参与这样的机构 新华社补充表示 司法部需要成立一个专门的部门 负责与国家安全犯罪有关的起诉工作 因为警方也成立一个专门的部门 在周六早些时候有消息人士表示 常委会会议同意 法律将指在香港人权法案下的人权公约 所阐述的内容与新的法案来取得良好的平行 分析人士补充表示 这一部新的国家安全法与香港原来的普通法传统之间要寻求一致性 预计将宣布一个短暂的咨询期 根据北京在上个月批准的决定 要授权人大常委会制定国家法律 并且在香港颁布实施 目前还不知道这样的法案在香港如何生效 但是行政会议的成员 全国人大代表叶国谦预计 在六月底或者是七月初会召开会议 进一步讨论通过法案 下面再要为您介绍到的是 随着中国和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加强对抗 北京现在越来越多的发现 自己与美国的斗争 已经扩展到了中国与世界上最古老的情报联盟 五眼联盟的斗争 南华早报报导认为 北京与这个由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 还有新西兰组成的联盟之间的紧张关系 在最近几个月变得更加紧张了 不仅因为中美之间几十年关系到达了最低点 而且还因为两国在技术贸易和意识形态等一系列问题上 关系都出现了恶化 北京指责五眼联盟成员与华盛顿合作遏制中国 抨击澳大利亚 因为它带头呼吁调查冠状病毒爆发的起源 并且抨击加拿大 加拿大为了回应美国的引渡请求 而逮捕一名中国高科技高管 五月底当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还有美国的外长发布联合声明 对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的行动表示不满 担心这将削弱香港的自由和自治时 这种反抗显得尤为强烈 虽然新西兰没有参加 但是新西兰的外交部表示 它与其他民主国家在声明中表达的深切关注是同样的 北京并不高兴认为美国在带领其他的国家来努力遏制其崛起 中国共产党的喉舌人民日报在周二发文表示 在北京宣布香港国安法后 美国随后竟然动员五眼联盟批评中国政府 表示违反了一九八四年签署的中英香港联合声明 五眼联盟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建立在英美两国交换对外情报的一份协议上 一九五五年的时候 随着冷战的白热化 这样的情报共享网络有所扩大 正式把加拿大澳大利亚还有新西兰纳入其中 二零一三年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前承包商爱德华斯诺登 向媒体披露了五眼联盟运作的大规模全球监控计划的机密文件 他把五眼联盟称为不对本国法律负责的超国家情报组织 信密文件显示数据收集和共享 包括日常公民以及德国总理默克尔等政治人物的通讯 随着北京开始在世界舞台上采取更加强硬的角色 五眼联盟国家不仅相互分享情报 而且集体制定应对中国的战略 二零一八年的时候路透社报道表示 情报共享网络正在与德国和日本合作 建立一个联盟来对抗中国 包括其日益强硬的影响力行动还有投资 今年早些时候五眼联盟参加了美国联合部队太空司令部论坛 这是该论坛在太空领域加强合作的一部分 上周澳大利亚的总理莫里森表示 五眼联盟的财长们在大流行期间有定期的经济政策会谈 伴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升起 北京与其他五眼联盟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在加速 这个集团支持澳大利亚呼吁对冠状病毒的起源进行国际调查 也支持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 这都引发了北京的批评 在堪培拉方面推动调查之后 北京对前往澳大利亚学习发出了警告 并对澳大利亚的大麦和牛肉进口实施限制 与此同时加拿大仍然与中国发生争执 华为的高管孟晚舟被捕 随后有两名加拿大人在中国被捕 这被视为是北京的报复行动 人民日报海外运营的社交媒体账号则发表评论表示 美国利用五眼联盟控制盟友 然后利用七国集团还有北约等组织试图控制世界 文章表示 紧跟美国可以有好处 但是并不意味着没有代价 就像福士德所说的那样 如果你想要得到的利益超过你自己能够获得的部分 那么你就必须要向魔鬼出卖灵魂 对于加拿大澳大利亚还有其他国家来说 他们需要放弃部分主权 西方国家对北京的担忧越来越大 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美国日本德国等国的政治家 在六月初成立了各国议会中国问题联盟 以协调应对中国崛起 鹰派的英国智库杰克逊协会在五月的一份报告中表示 五个大国在八百三十一类商品上战略上依赖中国 其中包括通信能源运输系统还有信息技术等关键行业 报告敦促联盟国家通过加强与其他遵守规则的国家的经济合作与中国脱钩 并且表示 鉴于五个大国之间的情报共享 军事互相操作性 还有历史联系的基础 他们可以理智地把合作扩展到更加广泛的领域 在那里他们存在着共同的财政和经济文化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高级国务防务研究员则表示 北京主要担心五眼联盟会对限制华为采取共同的一致立场 这可能会对美国在欧洲还有全球盟友和伙伴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他表示中国反过来试图在五国对华为的立场上制造分裂 其中英国和新西兰最容易受到影响 不过中国咄咄逼人的扭胳膊战术也有可能会适得其反 关键是五眼联盟是拥有共同的立场还是存在着分歧 专家表示虽然五国越来越担心北京的行为 但是他们的合作主要还是在情报方面 而不是分享共同的反制中国的战略 比如他们很少支持美国的关税 以及美国与中国的贸易战 专家表示在一些问题上五个国家上有较大的一致 比如对华为的怀疑 反对中国主导南海的努力 批评中国的胁迫行为还有战狼外交 然而即使在这里五个国家对于反击中国政策的最佳方法也并非总是一致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